花蓮县109年下半年度的清洁队长会议 移师到洁安厢来举行 会中由13乡镇市清洁队长和环保局各科室主管 共同来进行业务检讨和沟通 洁安厢游淑珍也感谢所有清洁队员的辛劳 致力维护花蓮的美好亲近家园 同时他也呼吁乡亲要做好危险垃圾物品的包装 及落实垃圾分类工作 来确保清洁队员的安全 也可以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 花蓮县109年下半年度的清洁队长会议 移师到洁安厢举行 由环保局副局长饶庆龙率领各科室主管 听取各乡镇市公所清洁队所提出的工作建议和业务检讨 洁安厢长游淑珍特别出席这场会议 他除了感谢所有清洁队员的辛劳 也呼吁乡亲要做好危险垃圾物品的包装 及落实垃圾分类工作 以确保清洁队员的安全 并且减轻队员们的工作负担 欢迎我们来自于十三乡镇 我们清洁的汇报就在吉安 我们圆满109年的所有的清洁队的工作任务 也展望我们110年崭新的开始 我们迎接新年的到来 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过去能够做好的防护 把我们江户的垃圾 把我们的瓶装 或者是危险的物品 做检疫的包装来丢弃 来降低我们清洁队员的这样的危险 我们把垃圾分类做好 能够减少我们工作人员分类的时间 我们相信 唯有家户相亲的协力 能够共创 我们基层清洁队 服务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能量 让他们能够更加的增长 会议首先由吉安清洁队长来进行工作分享 随后报告上次会议的提案执行成果 接着就是各个乡镇市清洁队提出的议案 讨论内容包括了垃圾清运 资源回收 流浪犬猫 垃圾车辆机具 人员安全管理等各种软液体设施 还有政策规范 希望可以透过每半年一次的检讨和沟通 让花莲县的环境清洁维护工作 能够做得更好 借旅会竟然相报道